人贤奇 1966年6月23日出生于台湾彰化 是中国著名男歌手 影视演员 行界心太软 伤心太平洋 兄弟等情歌金曲 成为新一代的亚洲天王 他不仅被称之为天王 他也是那个时代的举行 唱而优则演 人贤奇开创歌唱事业巅峰后 涉足影视领域 凭借自身努力迅速成长 为影视歌三期巨型 2010年韩国富川电影《杰问鼎影帝》 人贤奇是中国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单张专辑销量 达到2000万的天王级歌手 他开启了话语音乐的新格局 对流行音乐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人贤奇在圈中拥有亚洲天王 爵士好男人 歌侠等美誉 人贤奇凭借着心态软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等歌曲 成为了家业户晓的歌手 我变了大江南北 不仅如此 他还出演过很多的电影 比如《寒城攻略》 天生一对等经典之作 毫不夸张地说 人贤奇是影视圈和歌坛上 不可谋灭的记忆 让人觉得可惜的是 人贤奇在拍王和大S 合作的电影《龙凤殿》后 就几乎很少再出什么作品了 人情也大不如从前 再加上现在新生代演员 何小鲜肉明星太多了 人贤奇开始逐渐地被大家遗忘 再次见到他的时候 也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模样了 人贤奇与老婆交往多年 在2002年登记结婚 每次陪老婆出行 都会手牵手 有说有笑 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而老婆在他面前 也像个懵懂的少女 开心得不得了 如今二人仍然与男女朋友相称 这样的爱情实可保险 据说 人贤奇从初到37年以来 保持着丁绯闻的记录 身在娱乐圈中的 他从来没有被传出过 和女明星的绯闻 在生活中 也没有沾花惹草的现象 真的可以是堪称 绝世好男人啊 人贤奇老婆叫陈泽宇 英文名师T是中国台湾人 毕业于台湾文化大学 相传和人贤奇两人 已交往二十多年 职演是服装设计师 现位全职太太 人贤奇也是一个 对家庭很负责任的男人 在家的时候对妻子很好 而在外面的时候 他认真工作 赚钱养家 而且对待粉丝也很好 通常粉丝想跟人贤奇合影 他都是欣然配合的 夫妻两结婚后不久 就生下了一儿一女 在那个时候 人贤奇就已经从舞台中走了下来 虽然在娱乐圈中不是那么的糊了 但绝对不是观众不喜欢他了 而是他自己 选择了淡出娱乐圈 虽然人贤奇淡出了娱乐圈 但是他是会偶尔开一些演唱会 来满足他的歌迷们 在人贤奇的每一场演唱会中 妻子Tina都会坐在最前台 做他最忠实的听众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他最大的粉丝就是自己的家人 在人贤奇的心里 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家人更为重要的事了 也许这就是他退出娱乐圈的原因吧 哪怕是梦想 哪怕妻子并不是特别漂亮 但是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能这样想 是不可多得的 人贤奇老婆Tina在外界看来就是一个贤妻两母 人贤奇夫妇现在也有了一对可爱的儿女 也成为了人生的大赢家 而妻子Tina在背后默默地付出和支持 也让人贤奇的演艺事业无后顾之忧 真的印证了那句话 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都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妻子 也许这些人的背后